大家好,我是詹佩君 大部分的COVID-19感染者症状轻微 休养后可自行康复 居家照护期间请多喝水 充分休息并留意自身症状变化 若出现发烧或其他轻微症状 可以使用退烧药或预先准备的药品减缓不适 如果出现警示症状,请立即联系119或医卫生局指示 以防疫车队、同住亲友接送或自行前往就医 若有医疗咨询需求,可以参考健保署的视讯诊疗疗资讯 或透过居家照护医疗团队取得协助 保护彼此,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饮料华尔街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饮料华尔街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是继续下跌 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大家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因为最近观察来讲说,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要嘛做空,做多的投资朋友呢 现在也没有什么追加的意愿 不过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就是说 其实这个地方,万事附近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去把它看得太空 因为万事这里啊,它随时有机会呢,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大波段的推升 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说 这一波啊,这个美国实际性观察值一飙升 是造成很多科技股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指标啊 大家一定要把它持续的做追踪啊 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到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你会发现,它已经跌破什么?跌破3% 这个趋势来讲,这边已经压在3以下 压在3以下之后呢 随时这个美国股市科技股的部分呢 它会有一个强谈 那只是说我们今天在交易过程里面 因为油价因为利比亚这个震乱的关系 两个出口港口都有问题 但这个只是一些短暂的现象 油价你说它强谈2% 可是目前看起来整体的形态来讲 它还是往下的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关键就在说 做多的投资朋友会怕 怕这个7月13号所公布的CPI 可能又不如预期或怎么样 但是我讲我们从很多的数据来看的话 就说这个应该来讲 它公布出来的结果 应该不会太差 可能5月份的CPI应该是就见底 那6月的CPI呢 它可能就会下来 只要确定这个一下来 只要确定它是减少的 我跟各位讲 这个多头 反扑的力道就会开始 所以越接近7月13号 它是越好的一个买点 短线这边你说台股会震 很正常嘛 因为目前整个筹码上来讲 做多的还是比较偏的 偏兵荒马乱 那我个人认为说很多股票来到这里 这个没有必要再杀了 除非有一些是投信高持股的 因为投信最近在结账 投信在拼命的卖一些股票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个股 这个今天都还在一个下跌 这些可能都是 投信这个持股比重比较高的 它最近开始做一个倒货的动作 那这个杀不住 但是其他的股票来讲的话 有些股票就是说 它已经没有那么惨 所以建议投信表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先看一下 如果说手上投信还买很多的 那就小心一点 投信已经杀的差不多了 或者是外资也杀的差不多了 那你就没有必要再杀低持股 因为来到万事这个地方 在10年前公害殖利率 开始往下的同时 我认为美国股市后面 会有一波比较大的一个强谈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说 其实在美国的部分 已经有一些鸽派的言论出来了 比如说像谁 像这个克务曼 这个经济学诺贝尔讲的得主 他就讲了 他说FED的政策 从紧转松的时间点 可能会比大家预期的早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预期是说 这个7月要升 9月要升 11月要升 12月也要升 但是呢 如果你不断的升息 你把整个金融市场搞垮 那问题会更严重吧 之前 美国愿意去做一个降息的动作是什么 是怕这个经济拖累 你如果金融市场垮掉的话 整个经济发展状况 也会怎么样 也会停滞住 所以大家现在比较害怕就是说 会有所谓的停滞性通膨 停滞性通膨是什么 就是说失业率高 通货膨胀率高 就这两个比例都很高 叫做停滞性通膨 那现在来讲的话 拜登不认为说有停滞性通膨 因为他的失业率来看 还是好转的 那通膨的问题呢 他也认为说 可能接下来就会降得下来 但是如果 你联总会过度去做升息的动作的话 整个金融市场会垮掉 垮掉之后 他会影响到各行各业 那美国可能会出现 这个失业率又攀升 那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 停滞性通膨 这是大家比较害怕的 所以在FED在决策过程里面 他不能够过度的去做一个紧缩 因为如果 这一次的一个金融市场崩跌下来 其实不论台股也好 美国股市也好 其实都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后面的一个决策过程里面 现在就有专家提出来 就是说 他可能会怎么样 提早做个转松 但是他一转松 一转松 这个资金又开始活跃起来 所以 你说这边跟 2008年金融海啸相比较 差别就差于说 目前这个风险的控制 FED还可以掌握得比较好 他最近升息之后 股市真的有跌 那所有的原物的报价也的确都有下来 那下来之后呢 这个 CPI就不会那么高了 所以你看像那个美国的前财长 他也讲说什么 他也告诉大家 一旦 金融市场停摆 停摆就是崩跌嘛 就造成流动性的风险 你会发现 其实最近台北股市越跌 这个量越缩 就代表说 其实这个下跌 已经造成一些流动性的风险产生 那美国股市我相信也是这样子 所以一旦呢 这个 金融市场呢 出现停摆的话 出现停摆的话 那 这个FED 他可能会 提前 结束这个缩表 那只要一结束 这国标市场一定会大反扑嘛 所以 目前来看就是说 市场氛围有在慢慢的做一个转变 就是说 原本 大家都认为说 一定要把通通打下来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 你为了去 过度的去压抑通膨 反而牺牲掉经济成长 这个 他也要做取舍 所以 六月份 他只要稍微下降一点的话 市场就预期 就说 可能九月就不会再升了 因为已经有慢慢 转割了一个声音出来 那如果九月 大家预期不会再升的话 那他一定会有空桩期嘛 对不对 就像我之前 我跟大家讲的 我说 或许你今天听 你会觉得 这个 又是老掉的重弹 但是如果后面是真的 如同我所讲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 从七月中开始 到九月 都会有一波 很大的一个多头行情 这个应该是 今年大家 翻身的一个机会点 那既然是我认为是好 未来会这样子好的话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就是要找到一些好的股票 在低档的时候呢 既然跟各位讲嘛 对不对 那现在来讲的话 不管你是什么股票啦 好股票 烂股票 对不对 全部都在杀 有没有 因为现在大家气愤的问题嘛 就觉得很恐慌 那你看像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呢 继续的一个破底 今天最低来到多少 来到这个441 我个人认为说 400到430之间 它应该是这个好机会点 因为 你来到区间来算的话 你假设你用400来算 对不对 400去算它的这个现金值率率 那你会发现得出来的结果 有没有慢慢的接近这个数字 有没有 应该是有了吧 对不对 应该跟这个差不多了嘛 所以说台积电短线要涨 就两个条件 第一个要嘛 他去把他的股息拉高 好 第二个要嘛就是什么 十年期公贷值率下来 两个趋近 打平 外资就会归队 对不对 这我之前我都跟各位讲 所以有人说500块台积电可不可以买 我都认为是太早 但是你慢慢的往400靠近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它这两个数值是 其实已经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你说台积电再往下跌 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 台积电接下来因为靠近400 台积电应该就是跌无可跌 所以台积电不跌的情况下 也代表说大盘指数 它在万四附近 它可能会怎么样 再做一个落地 因为 我们简单来换算一下好不好 我们把台积电 今天442 我们算40点 40点的台积电 占大盘权重多少 一点大概是 一块大概是八点 八点五点 好不好 我们算九点的话 那就是360点 对不对 那大盘再跌360点 大盘再跌360点 是多少 差不多就是一万四附近 对不对 今天大概是一万四千两百多 你大盘你再扣掉台积电 跌到四百三百六十点 好不好 所以差不多啦 我个人认为说差不多到这个地方 指数就要再做一个指纹的动作 所以一旦指纹 这一波的弹 各位它不是弹一天或两天 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波段 所以我既然认为 就是说七月份 气氛会好转的话 那现阶段呢 我们对有一些股票 要怎么样 要开始做布决动作 所以上个礼拜给大家穿云剑 哪一档股票 我今天开给大家看 这个叫做3062的剑翰 好 剑翰的部分 那为什么要看好剑翰呢 这个 一个简单的故事 你看今天剑翰 大盘跌 剑翰今天脚收这么长 前面大盘跌 剑翰有没有跌到 也没什么跌到 那就是趁拉拉尾的时候 做买进动作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为什么会看好它呢 来各位你看一下 剑翰在2004年到2006年那个阶段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月线图 2004年到2006年这个阶段 股价 你看那是多少 大概也是二十几块 最后飙到多少 飙到92块 最高是134 134 那当天的这个K棒是收92块 是当月的 最高飙到134 从24块飙到134 那你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当时的董事长叫做李广义 李广义他是何许人也 他在这个 矽谷他是蛮有名的 他在矽谷呢 曾经创造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录 就是说 短短 短短几个月 帮这个他的投资人 创造大概三倍的利润 投资完七个月吧 就赚了三倍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这个网通里面的老手 所以当时呢这个郭台铭 就把他演讲为 健翰的这个董事长 对不对 后来呢 他走了 走了之后呢 健翰呢 这个前董事 因为有点韬光公事的关系 所以股价又下跌 那最近呢 这个郭台铭又做了一件事情 他又把当时的董事长李广义找回来了 就在最近 今年四月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他一回来的情况之下 你看他五月的一个营收表现 对不对 他五月营收是怎么样 爆充的啊 月增75% 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因为李广义在美国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 那美国的这个司科啊 还愿意跟这个健翰 持续的下单 合作关系 多半也是因为李广义 那美国现在呢 在做这个所谓的 家庭网路的部件 那美国的第一品牌 叫做linkis linkis的话 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美国的市占率 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他找谁代工 就是找健翰代工 所以你今天看到说 有一些网通的股票 还蛮强的 因为有一些 转单的效应好像有点出现 对不对 比如说像2419的重期 你可以看到 重期今天股价是直接跳空涨跌 为什么 因为他的营收暴增嘛 对不对 六月份的营收暴增 月增的54% 年增是96.21% 那股价又低 所以他今天是直接跳空 那你看他3380的明泰 今天很多网通都很强 明泰今天股价也是大涨 你们注意到 大盘跌 但是呢 明泰也在大涨 包括4979的滑星光 今天清一色能够涨的 幾乎都是这些网通概念股 为什么 因为市场已经传出来 在美国这个部分 的确他网路建设是进行当中 所以台湾来讲的话 最有机会 可以受惠的 这个网通概念股 他们就会开始做反应 那我个人认为在建汉里面呢 他的股价目前来讲 应该是委屈的 今年来讲的话 因为李广义又回来了嘛 李广义最上场的就是 这个 在业务方面 所以他的营收来讲 已经开始冲出来 李广义他在四年又重新回锅了这个 建汉的董事长 那新任董事长 一出马 你可以发现 就不太一样 而且他这个 应该是有一些精致招牌 因为过去那段期间 做建汉赚大钱的人 应该都记得这一段 都记得这一段 你会知道这一段 对不对 这个就是李广义 当时帮建汉调整体质 后来建汉就飙了一段 那现在他又回来了 他又回来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有没有机会 我个人认为是 机会非常非常大 因为 我跟各位讲 最近呢 我家这个透天 我也是在做这个 装这个网路分享器 网路分享器 就一颗这样子而已 这个叫Mesh 我装六台 就是全栋可以无线网路 这个六台就是机子 就是很简单的东西而已 对不对 就要大概一万五两万块左右 差不多花两万块左右 其实网通产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凌价 那美国现在也在不断的做这个 网路部件的话 所以对于他后续的一个 营收表现来讲呢 绝对是有帮助的 所以最近的股价 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很多的股票 它是大跌的 但是建汉的一个形态上来讲 还是相对强势的 就像今天我测到了月线 你会发现它月线还是收脚 还是收脚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后续来讲 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力道 所以相关的个股 我是觉得说没有那么差啦 因为有一些股票 它已经开始慢慢的活过来了 它已经活过来了 它不会跟着大盘跌 因为大盘在破底整理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股票先冲出来 那今天这整个网通的气势就很强 所以这个区块上来讲的话 如果后续这个大盘稳定 开始往上攻的话 应该 网通这个区块 应该会是另外一个方向 我认为下半年就有两个东西啦 一个叫电动车 一个叫网通 为什么 因为中国网路建设 美国也在网路建设 欧洲也在网路建设 都需要在网路建设 而且 美国现在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你们也知道 对不对 美国现在要干净网路 它根本不要中国制造的 那台湾就是中国的 就是美国的盟友嘛 所以美国的这个相关的网路建设 一些订单 大概是美国当地本土的这些 这个大厂盘给它吃掉 那另外就会找台湾 那美国当地这些大品牌的厂商 它不会自己做 它很多是找台湾做合作的 所以在台湾合作里面 我刚刚就讲了 美国的第一大品牌 谁的客户 就是健翰 所以它跟健翰跟美国第一品牌 网路 就是居家网路的这个品牌 它是有高度连接性的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大盘在跌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这段期间 健翰没有什么跌到 我想最主要的关键原因 就在这地方 所以健翰它是有一个指标意义 它如果在网上的话 那代表这行情后续呢 就会开始有不一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 在上个礼拜 我就跟各位讲 我们就注意这两个股票 好不好 那今天你看到节目呢 我要送给各位这两个标的 叫做7月报复性的反攻 因为这两个股票跌很惨 跌很惨 但是我觉得它本质没有那么差 那只要大盘一稳定 这个资金又会不断的进来 现在是很多人的资金都卡住了 不太会动 但是呢 我认为就是说 后面开始反攻的时候 会有一些慢慢的解套波出来 那稍微一解出来之后 这市场资金 又会开始更加的活落 因为解套出来的人 不会就说 我难得解套 我就不做股票了 不会这样子 解套出来的人呢 会开始再用这种资金 再去做其他的股票 那那个量呢 就会开始滚出来 逻辑上来讲 应该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各位 你会因为一张股票解套 你就会跟我讲说 永远不做股票 股票很危险嘛 这一波真的是 有金无钱 应该不会啦 就说 难得回来了 那你会想说 在什么股票身上 身上呢 我们再给他赚下去嘛 应该是这个逻辑 所以呢 现阶段 别人不要的股票 我们来注意 这一种就是说 整个本质业绩都在好转 可是呢 最近股价被错杀的 我觉得这个行情一回来 它绝对会有机会 我希望大家 你们在万事这个地方 不要去把这个整个股票看得太空 不要看得太空 我讲了 就两个论点 第一个 你先看 十年期公害值利率 有没有降下来 这一波 很多科技股跌 就是因为十年期公害值利率直接飙嘛 对不对 那现在十年期公害值利率 跌破3% 好事啊 懂我意思吗 第二个 看什么 看所谓的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的部分呢 我讲了 越接近400 你就越不要去空它 这个今天呢 虽然是继续的一个探底 这个441 还在继续往下走 但是再往下 我个人认为 它只要接近 所谓的十年期公害值利率的 这个现金值利率 那后续来讲的话 这个台积电呢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支撑 那台积电只要不跌 我刚刚会讲 大盘要跌 也很难 那台积电跌没有办法 因为今天台积电跌多少 跌大概12块多 12块多 你看一下 一点 一块是8.5点 8.5点左右 那你算一看 关今天台积电跌多少 对不对 快100点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光台积电就跌了100点 那大盘的部分呢 你把它扣一扣 其实很多股票 都已经怎么样 跌无可跌了 假设我现在录影期间 它跌118点 光台积电跌100点 其实这个盘也跌多少 跌18点而已 所以很多股票 它慢慢开始呢 已经稳住了 大家要有信心 我个人认为 台北股市 现在这边已经是跌无可跌了 都已经那么惨了 还会更惨吗 你说会到万三到万四 那到万三万四 代表台积电要继续破 但是你现在比较就是说 它的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跟它的一个信心殖利率 已经两者是接近了嘛 对不对 所以慢慢接近的情况之下 就代表说这个大盘 其实就已经在宣告了 而且你今天玩 有玩期货的人也知道 期货今天上下起伏波动 非常非常的剧烈 有沒有 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为什么 如果这是惯性盘的话 那应该是毫无悬念 就是它一路往下 或是一路往上 但是中间为什么会有一些 买盘 在那个地方 要做进场 或干嘛的 就代表说 这是一个 末跌段 准备要开始转向的 所以台股到现在这个地方 尤其在7月13号这个区间 我个人认为就是末跌段 因为今天7月4号嘛 其实你再过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就7月11号 那很快的在 礼拜三 他就要公布所谓的这个 美国的CPI 这个数据一旦是出现好转的话 股票市场 你说要喷个2000点 我个人认为 都不是问题 所以 我既然认为这里是末跌段的话 那对于有一些股票 我们要坚持住 不要乱杀 甚至有一些好的 我们要趁低档的时候呢 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所以7月报复性的反攻 今天这两股票送给大家好好把握住哦 这一档股票最近呢 也跌很深了 在跌很深的情况之下 慢慢的只要指数不跌 就会吸引到资金进来做卡位 那卡位之后呢 这股票就会开始慢慢的持续往上 那万事这个地方 不要去看了太空 美国6月份的通膨 不会跟5月一样那么严重 通膨将会有效的控制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代表说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会开始大涨特涨 所以呢 你就要利用这些股票 当它出现比较震荡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进场去做一个卡位的动作 那今天这张股票 我个人认为说 这边也是跌很惨的 现在其实很多股票跌都是三成以上 那等于说那后面要弹回来的话 也是一样三四成的空间 懂我意思吗 所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不要看得太悲观 有一些好的股票 趁它还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进场做一个布局 这个地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悲观了 好不好 没有那么悲观了 接下来再跌都是非常好的机会点 这里绝对是末跌段 因为台积电也快接近所谓的 这个十年期公债的一个相同的一个殖利率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呢 你说这边要再跌到哪里去 我个人认为 机会很渺茫 所以 这边台积电400附近 大盘会酝酿一个新的底部出来 好好把握住 你不知道买什么的 把电话拨通 我买7月份 会报复性反共股票 就是这一档 把电话拨通 这档股票直接送给各位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 02 85113366 02 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全心照顾 02 8511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至胜关键 顶业专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业投资02 85113366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 85113366 02 85113366 02 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于六个月内向辖区派出所或地方检察署提起刑事伤害告诉 投保汽车强制险 发生车祸时可申请保险金 若对方为投保或肇事逃逸 可向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 车祸当事人席之 调解坚定与补偿 内证部警证署关心您 会出品和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给死定乱与点栏目